在当今的演绎娱乐圈,肖战无疑是众多品牌金主爸爸争先恐后,抢着合作的当红顶流,只要找肖战代言,产品销量和品牌曝光率全都有了,而且肖战作为当红顶流,品牌广告代言费用大概在3000万左右,随着肖战影响力的不断扩大,品牌广告代言费有可能还会进一步提升。 我们都知道肖战是当红顶流,可是有谁去深挖过肖战走红的根本原因呢?肖战大二十就跟朋友一起创业,成立了自己的个人工作室,做一套广告设计稿,都卖到了20万元。 重庆当地媒体有报道过肖战创业的真实故事。在校期间,肖战曾荣获校级文艺先进个人、优秀艺术团干部、优秀团员等荣誉称号。 2015年6月,肖战在老师的推荐下参加了浙江卫视大型选修节目《燃烧吧!少年》,单枪匹马,过关斩将。 从此,肖战的人生出现了戏剧性的转变。2019年,肖战因出演古装仙侠剧《陈情令》而迅速走红。 该剧还火出了国门,并相继在韩国、日本、东南亚、北美地区上映首播,肖战一下子成为了众人瞩目的焦点明星艺人。 许多海外瞎瞎,也因为陈情令而认识了肖战。 然而,人生不如意之事十之八九。 去年二二七事件,肖战遭遇了全网暴,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创伤,随着事件的不断发酵,让更多人认识了肖战。 值得一提的是,去年的星光大赏红海,让肖战瞬间感动得热泪盈眶,可肖战一度哽咽强忍着泪水,没有哭出来。 爱肖战什么时候都不算晚,当你真正的深入了解肖战,并且把肖战作为自己的学习榜样时,相信你的人生已经渐渐地在发生意想不到的改变。 你今天的走红,是幸运的伏笔,当下的付出,是明日的花开,即使你现在还看不到自己想要的辉煌成果,但请不要着急,最好的总会在最不经意的时候出现,让我们怀揣希望去努力,静待美好的出现。